记不住百搭斐利的型号不要紧 如果你能叫出康康来 康老师也认为你一定是圈里人 万表刘行丽 天书记得气 大家好 我是刘行丽 还是大名顶的康老师 康老师在业界地位很高 但是从对他的称位能分出来 你是不是这个行业的人 你们知道行业内的人 称康老师叫什么吗 最亲近的一圈的人叫康康 然后外面一个圈层的叫康老师 但是我最不能容忍的是叫康总 就凡是叫康总的 跟我实际上工作没有任何交集 故意套进步了才叫康总 所以你作为粉丝的话 有一天跟康老师微信上对话的时候 叫了一下康总 你就做好被拉黑的准备 去年去三亚 三亚的沙滩上不是有沙滩摩托吗 有一个人过来想让我体验沙滩摩托 上来叫老板坐车吧 然后我当时心里就非常非常的愤慨 我说你要是叫老师 我可能还坐一坐 叫老板的意思就是等着你给他钱 今天有几个问题 我就代表网友跟康老师请教一下 百搭菲力不是也是擅长复杂功能吗 而且它的机型做工又属于顶级做工 那么它的保养的费 还有周期是怎么样的吗 国内百搭菲力官方认证的保养机构 就有两家 北京一家上海一家 都离专卖店很近 北京都在前面23号院的院子里 是独立的一个服务中心 然后上海的维修保养机构在外滩园 除了这两个以外的 百搭菲力的维修机构 都不是官方认证的维修机构 当然我不是说不是官方认证的 就不能修 但是官方认证的维修机构 在做保养的时候 它要奉行的是无痕 实际上对于高端钟表维修保养 一个很重要的要求 拆一遍再装了 不能留下任何的痕迹 对于维修师所使用的工具 与任何一个零件 螺钉的吻合的程度要求极高 比如说它螺丝刀 跟螺钉的尺寸的凹槽 有一点偏差 虽然可以把这个螺钉拧动 但是有可能给凹槽里面留下痕迹 维修留下痕迹 反而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无痕维修是任何一个维修师 毕生所追求的境界 不是百搭菲力官方认证的维修师 在国内也有一些能够达到无痕的境界 百搭菲力官方认证的维修师 他们从进百搭菲力应材中心 开始进行为期两年的挣工资的培训 就学的是无痕维修 所以这个维修师既不是百搭菲力 应材中心培训出来的官方认证的维修师 又没有达到无痕维修的境界的话 你把你的百搭菲力送到他那去做维修 就有可能留下他的痕迹 很多人买百搭菲力 不光是当一个技术工具 当一个手表去戴 我觉得是本末倒置了 当理财产品去购买 而且现在好像这个占比还比较高 官方认证的维修机构维修的费用是多少呢 像世界时还有大三针日历 这样的表做一次 内外全方位的保养 大概是8500人民币左右 所以我一直跟表友们讲 你买表的时候做预算的时候 不要只做一个买一只表的预算 你要考虑到未来至少20年 要留一小部分钱是用来做表的保养 因为正常表的例行保养 差不多5年做一次为宜 那么5年做一次的话 20年要大概做4次 你要留出做4次保养的费用 比如一次简单功能的表 8500块钱的话乘以4 那么比大三针日历和世界时更复杂的 比如说再往上是年历 年历的维修保养就要过万了 然后如果再往上到万年历 好像国内就不让弄了 国内不让弄了 两回瑞士日内网保养 然后测试 然后再发回来 整个这个过程可能会觉得 至少要半年的时间 费用呢 费用就要根据这个表的复杂程度而定 很多表友买表的话 不言而喻 出于比如说收藏保质需求买表的 那么像摆在肥地这种表 它的维修保养费 听起来其实在它的开销里占的 也还是不小的 当然价值也在那里 但是这些网友 他们对这个水平的维修保养费 一般是吃什么看法 或者他们是怎么做的 我作为一个百达斐力的持有人 我也有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其实也不是我创的 是我当年学表的时候听说的 因为表的保养最主要的 要做的一个事情是更换润滑油 更换润滑油这件事 其实有一点点 似是而非的因素在里面 红宝石轴成 它的化学成分不是三氧化二氯吗 有一位前辈说 本身红宝石轴成是带有滋润性的 换句话说这只表 你如果不是天天戴它 我给这个总结的词叫垮戴 就是你天天戴的一个表 不管它多贵 这种就叫垮戴 那么比如说你重大的人生的仪式感 重大的场合才去佩戴的表 就不属于垮戴 不是垮戴的表 它的保养的周期 不需要严格按照五年去执行 可以按照另外一个标准去执行 另外为什么表要进行保养 这个事要说清楚 总是说你表天天都佩戴的话 总会有一些细小的灰尘 透过表里面细碎的缝隙进到机心里面 然后它跟润滑油搅和在一起以后 就形成了油泥这个东西 灰尘的成分主要是十英码 然后十英比金属要硬 齿轴在轴承里面与油泥混在一起长时间这么磨 就会对基建对齿轴造成比较大的磨损 所以要把混成油泥的脏的润滑油洗掉 然后再装配回去重新点上新的润滑油 这个就是洗油保养的最核心的部分 那么如果你不是垮带 表的误差又没有特别大的话 就不需要说一定按照五年亿保养的标准去保养 保养还有一件事情是防水垫圈的更换 因为橡胶也是会在一定时间的程度下 它就会老化 但是这也跟你是不是天天带有关系 所以表友圈有一句笑谈 百搭菲利那句著名的广告语 叫没有人真正拥有百搭菲利 只不过为下一代保管而已 这句话的前提就是你没有天天带 所以这个表就可以保存的时间比较长 保养一次简单功能的表就得花八千五百块钱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手表保养维修 一个核心的区别 就是官方认证的维修机构 和民间维修机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这点刘老师怎么看呢 我觉得一块手表如果做维修保养 我觉得还是要首选官方机构的 因为我觉得这两大派系两大门派 他们有一个核心理念的区别 就是官方认证的维修机构 他们本着叫做能换不修 因为它有原厂的零件 就是一个零件 比如说刚才说的油泥与尺轴的磨损 它觉得尺轴摆件达不到说 它稳定运行的标准了以后 人家这有原厂的尺轴 有原厂的摆件 直接换一个进去 收取相应的换件费用就完了 这样那个表里面的基建 永远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出厂状态 对出厂状态 这个是官方维修机构执行的标准 但是民间的维修机构 它是搞不来这些配件的 因为实际上任何一个大的表厂 对于原厂配件的管控 是非常非常严格的 就超过你想象的那种严格 所以民间的维修是它奉行的理念 叫做能修不换 我这个摆轮的摆轴间 时间久了以后不太能用了 我自己栽一个间 然后齿轮的齿间掉了 我补一个齿 刘老师也知道 很多民间维修师 常在嘴面提起的三大绝活 叫做在家补齿盘优斯 就是你不会在家补齿盘优斯 别说自己会修表 但实际上这个就是民间维修的 一个总的原则 因为在没有配件的情况下 它要尽量的让年头比较久的 可能有缺失的零件 重新发挥它的功能 然后在非常漫长的工作的实践摸索中 总结出来了 在一件补齿盘优斯这三大技能 那么这时候又要问刘老师了 故宫钟表的维修 它到底属于哪个门派呢 按照这边理解的话 它肯定属于你说的民间的 对的 因为这个故宫的钟表 能够今天还为故宫钟表提供配件的中场 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整个故宫钟表的维修团队 本着对文物最小干预的原则 然后是采用的在既有零件上进行最小干预的 修理方式进行的维修 所以如果您买百搭匪力 是当成理财产品去买的话 我建议还是到官方的保养机构去进行保养 因为它可以有助于这支表 回复到它的出厂状态 除非你把你自己的表当作故宫里的作品 既然已经说到了官方和民间的维修机构的差异 这里边就是让我想到另外一个网友提的问题 有网友问怎么样避免我的手表越保养越掉价 因为今天进入百搭匪力 理财层面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他们可能因为都是新到这个领域 然后更多是以盈利及改善自己生活为处始目的的 可能不太了解早年间市场的投资的氛围没有这么重 而这个晚上和爱表的氛围占主流的时候 那个时代的收藏家 如果他真的热爱百搭匪力的一支表 特别是在那个时代有双峰可落明政策执行 就今天还是可以落明 但是今天在流通领域是没有双峰 但是刘老师因为很资深 也经历过双峰的时代 在双峰可落明执行的时代 很多资深的藏家一块百搭匪力是买两支的 一支是用来日常佩戴的 一支保持着双峰的状态 就锁在家里保险柜里 就真的当成一个投资理财的产品 因为在百搭匪力双峰的时代 有塑料封装加外面运输纸封装的这个时代 江湖上有这么一句话 只要双峰不破价格恒定 就有点像玩茅台老酒一样 只要不跑酒 那里面的酒的价格恒定 换句话说 早年间双峰的时代 有一支双峰的表 这表可能放了年头挺久 就是放20年了 然后当新一个主人 不管是在拍卖会上 还是通过上一任的藏家转让 拿到了这个双峰的表 他把这个表拆封以后 即使说可能年头久了 这个表领域的润滑油都干了 那这个表走势不准 那这支表也是新表 那他想让这个表准 他自己送这表去做保养 但是在他拆封之前 这个表的价值永远是恒定的 因为他代表的是一个原厂的状态 但是就在大概好像是四五年前 百大菲利把这个双峰制度给废除了 就是因为发现 就是四五年前 百大菲利的一些表款的价格 成几何奇数上升 像发火箭一样 那么百大菲利也发现 这个市场里面投资的氛围 大于赏兰消费的氛围以后 为了抑制炒表的热度过热 然后百大菲利把双峰制度废除 在流通领域不允许出现双峰的表 一旦上了表店的柜台 双峰都是要破除的 但是我相信真正喜欢表的朋友 懂这里面这个小典故的朋友 不管你是在百大菲利北京原底 还是在上海原底买的一支表 你跟店员说我要双峰 虽然那个破拆了 但是那个百大菲利都留着 我相信店家会给你的 就是那里面的已经破拆的塑料封装 和外面带内衬海绵的纸盒的运输封装 还是会给你的 那么就是像我的这支5146的这些风都在 只不过就是它不是封闭好的状态 是一个打开的状态 康老师又跟我们透露了一个消费的一小技巧 就是他讲了一个双峰的概念 这让我想到最近发生了一件事 国内一个客人在一个商场里买了一块 某某牌子的腕表 后来发现这个表是生产日期十几年以前的 然后不管是记者 还有这客户本人对这个颇有微词 认为我这是买的是库存表 所以咱们如果坏一种思路 如果这个品牌也有双峰的话 那么它肯定就是乐此不疲了 今天在行业内还有双峰制度的品牌 可能就百大粉的一家 包括落明制度也就只有百大粉的一家 而且现在在世界几大拍卖行 大概就是钟表这块非常专业的四大拍卖行 加尔德 苏夫比 安迪古伦 富伊斯 四大拍卖行上还是经常可以见到双峰的表去参拍 因为之前我说那老一代玩家 一款表要买两只 那个还是有大量的存饰量的 这些老玩家有一天就突然想着 我把我保衍柜里的一个双峰拿出来 就会出现在四大拍卖会的拍场上 所以双峰一直在江湖中是存在的 只不过你从表店层面 从零售层面 你不可能买到双峰的表 但是拍卖市场上还是有大量的双峰的表 那么换句话说 你到拍卖市场上拍了一个双峰的表 你不去破拆它的处峰和纸质峰条 它的价值依然是恒定的 放个几十年以后 还是要按照不跑久的老茅台的价格去执行 不过破除双峰这个做法 我倒觉得它体现了一种品牌的一种责任感 对 它是为这个品牌的良性发展 它做了一件事情 回到刚才网友的问题 就是说怎么样防止这个手表呢 是越保养越掉价 不掉价的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有双峰 只不过就现在找双峰 不能从表店去找 只能在拍卖市场上去找 破除双峰制度之前的那些存势量 还有一些的双峰的表 那么如果已经破除双峰 进入流通领域的一支表 那就是少带 少保养 要保养去官方就能确保这支表 不会因为保养而掉价 因为导致保养掉价的主要的原因 就是留下痕迹 对 做不到无痕保养 对 因为如果玩百搭斐力 古怀表的话 因为怀表大嘛 会发现百搭斐力的每一颗螺钉 不仅做了镜面抛光 还做了倒角抛光 然后百搭斐力的手表 因为极心小 只做镜面抛光 那么组装的时候 因为强调螺丝刀与螺钉凹槽 编号的完全吻合性 所以它装配的时候不会留下痕迹 而且出厂之前也有严格的质检 反而是因为手里面工具不全 可能差个半号或者差一点 然后就涂法上马的这种保养一次以后 会在表的夹板上 日内瓦条纹 在装饰上 镜面抛光的裸定下 留下很多很多的痕迹 这样的表在流通领域一定是会掉下的 所以你听到了吧 想让你手表做到越保养越保值的话 你必须去官方守候 如果你必须去民间的话 你要先问一下这个师傅 你能做到无痕保养吗 如果做不到你就放弃吧 对 关于保养与保值的关系 今天我们由于时间关系 只能先说到这了 我们再次感谢康老师 然后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 继续跟我们留言 B站的朋友一键三连 其他平台的朋友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互动 YouTube上的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再见